好料來分享 實在夠麻吉 少宇趕快告訴大家 我們兩個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台北市 秦天宮捷運站附近的一家 創意時尚牛排餐廳 是的 今天就要帶大家一起去 跟我們品嘗牛排 而且它是一家 二十年的好店 到底牛排好不好吃呢 趕快跟著我們兩個去吃吃看 走啊 今天我們很有榮幸 可以邀請到這家餐廳的 副理要來跟我們做介紹 歡迎陳副理 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不覺得剛剛就是走進來的時候 他們這個軟道很寬敞 真的很寬敞 對 然後我覺得像爸爸媽媽 如果是推嬰兒車帶小寶寶來 然後旁邊再走幾個這樣 走幾個人這樣來來回回 那幾個人都沒關係 對 都不會覺得太緊 陳副理我想請教你 你們這邊的那個沙發 全部的椅子嗎 都是這種沙發椅的設計嗎 幾乎一半以上都是有沙發椅的 當初設計的一個理念就是 希望客人用菜可以更舒適 對 包含你吃的 包含你就是說 你坐著享用啊 都整體的一個舒適感 希望能夠給它提升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有包廂的一種設計 我們包廂有三間 最大的可以做到50個人 那小的人的話也可以做到16個人 所以等於是16至50個人的 獨立的包廂等於是跟外界就完全隔絕 那我們包廂的設備 我們還有準備這個所謂的投影機 麥克風 好專業喔 好 就是應付客人的這個需求 對 他們有沒有這個需要 真是驚人 光是環境就有這麼多東西可以介紹 等你們兩位好奇寶寶問完事情喔 天應該都黑了啦 趕快來吃東西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他們 獨具創意的瀑葉燒 紐西蘭牛排 瞧 日本進口的瀑葉下 放著150度的小石頭 上頭淋著甜甜的醬汁 日式風味的牛排 光看就好好吃喔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這個牛肉的肉菌 入口即化 好好吃 再來了 然後剛剛那個 有說它的葉子啊 有那個香氣 我真的有感受到耶 很香 還有蘑菇的香味 對 而且那個醬汁它裡面有加一些麻 然後下去做一個調味 好 吃完了第一道之後 是不是有下一道牛排在我面前 是這個嗎 沒有錯 那這個就是 我們這邊的美國 烏骨牛小排 好 採用的是 就是美國進口的 肩胛入味的牛小排的 這個一個肉 我們製作的時候 我們還要先用一些那個 那個 第一天 對 讓它入味 上菜之前 我們還要再經過一個 烘烤的動作 這好廢工 不然的話 這個就是它的味道會不夠 好 這一定要從頭看的 是 兩位可以試試看 它吃原味嗎 對 這個一般我們都吃原味 沙戀鹽巴就可以了 沙戀鹽巴就可以了 哎呦喂 這個牛肉怎麼那麼好吃啊 它的那個肉質啊 你就是很厚實 然後口感也非常紮實 你還可以吃到它裡面 那個肉的那個鮮甜 原汁原味 這邊除了牛排之外 還有什麼肉品可以推進給我們的 我們最招牌的就是德國豬腳 因為我們德國豬腳分量很大 那我們都會先幫客人做去骨的動作 好貼心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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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樣 超酥脆的啊 外層那個皮炸得好酥脆喔 嗯 然後裡面如果吃到那個膠質 對 因為我們的膠質都有保留住 嗯 它的製作過程其實也是滿繁複的 嗯 因為我們這個也 豬腳它要先經過 滷汁滷過 喔 先滷 對 然後我們滷汁裡面 大概會加一些 那個 洋蔥啊 洋蔥然後跟一些辛香料 嗯 然後經過滷了一天之後 也是要隔一天才能食用 然後它在食用前 大概要用230度的溫度下去烤 20分鐘 哇 它才能出爐 對 那 這樣子整個豬腳的味道才會進去 今天有吃到我們牛排跟德國豬腳 你看旁邊還有一些就是湯啊 然後沙拉 那這個這樣子是算一個是 套餐它有一個沙拉 然後前菜 湯 煮菜 甜點 飲料 好豐盛喔 六樣六種 然後你們又刻意做這麼一個舒適的空間 那客人來這邊就有 一直吃一直聊天就不想走啦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一個特殊的地方 我們這邊白天的時候比較沒有用餐限制 所以方便客人聊天 這倒是事實 這家餐廳我自己都好喜歡 下次我一定要帶我的家人來這邊一起用餐 然後這家餐廳也推薦給大家 進來這邊可以享受美食 然後也感受一下這麼棒的用餐環境 今天很謝謝我們的副理跟我們做介紹 謝謝 謝謝